所以我們就從金鋼金的那個 金文 金的標題 它本來是 摩荷金鋼 波羅蜜金 總共有十個字 我們中國人都有那個金類的那個說法 那個前面都不說 金鋼金 簡單二一就是這樣 我們了解說 摩荷就是大 很廣大 所以我們了解說 這個近西空騙法界叫做摩荷 整個空間已經超出太陽系 整個所有宇宙全部都包含 它已經大到無外 沒有外 已經小到沒有內 就叫摩荷 所以我們看到摩荷 就知道什麼是形容 這個沒有邊際的空 沒有裡面的空 整個全部都是的 那個叫摩荷 所以我們有時候 所有空圖 我們也會用摩荷 用大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講說 四摩荷 都會講四大 所以它那個大就是摩荷 為什麼會講四大呢 所以我們天長都是只有天習慣 不知道它裡面的含義 它是所有風圖 充塞整個宇宙西空 整個宇宙西空都有所有風圖 所以所有風圖 就是摩 空也就是空 摩跟空 它合在一起 叫不惡 摩空不惡 所以我們最不容易懂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它不是沒有 它不是有 所以我們就會講說 離四距 解擺灰 因為我們的四距 就是空 有 亦有亦空 灰有灰空 四距 離四距 離開 不是有 不是空 不是亦有亦空 不是灰有灰空 離開 離開是四距 延伸下來的 所有百灰 一百 裡面的內容全部灰 所以各位先生 是什麼狀態 這個叫做 不可思議 離四距 解擺灰 你就不能想 也不能講 講出來都不對 想出來也不對 就是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 就是我們本來 所以我們本來 都沒辦法講 所以那個沒辦法講的 就是體會到這個原始狀態的這一種前行 平常我們都是在那個現象界裡面的一個角落在收 從那個小的角落 慢慢去了解擴散 擴散到大的 整個宇宙系統 我們現在先從整個大的方向了解 說原來整個大象 大象之中 大象無象 老主講的 很大的形象就是沒有 沒有形象 沒有形象才會大 有形象都不大 你看說我們蓋了某一個建築 非常的大 我們完成的建築 哪一個最大 我們說蓋了那個 跨海大橋有50公里 世界最長的 大不大 50公里 跨海大橋 大不大 5公里就很大了 它50公里在大陸 那以我們的地球來講 那50公里大不大 變得很小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角度 以橋的角度來說 它很大 那以現象的角度來講 它又很小 所以落入現象 都不為大 沒有象才是最大 那我們那個 不生伯昧的佛心 就是沒有象的象 就是這麼大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落入現象 身體都很小 又把佛心極限在身上 更小 就這樣 那現在我們從根源去了解 說我不是 我們那個覺醒 它是非常廣泛 很大的 磨合的 所以那個磨合兩個字 就是在講這個 講我們那個體 體的 那個本體的情形 一講了以後 它就有體 有象 有用 體就這麼大 象就是無象之象 它用就是 虛空無象 不拒絕之象發揮 你什麼象要發揮 那個如來常都不會拒絕 說讓你呈現 呈現以後 它又會歸於空 歸於空以後 它又會呈現 就是這樣 這個叫我們環神講的微 經是長而不變 微是變而有長 所以我們看 春夏秋冬 是不是都不一樣 可是再轉過來 又不是春夏秋冬 是不是變而有長 它有常態 是一個春夏秋冬過去了 再來還是春夏秋冬 不會說這個 東秋夏春 它不會反過來走 再怎麼走都是春夏秋冬 都是這個樣子 那個思緒的運轉 那個叫做變而有長